其實是因為我們有個台中演員小姐 問問題啦 說我們是這個新嫁娘 所以不知道說魚怎樣才可以去腥味 還可以讓它甜一點 同時啦 不要臭臭還有臭臭味 還對啦 對... 有... 我跟妳講 什麼的呢 寒雞啦 寒雞 去腥 去腥 去土 幾茶嗎 沒有 沒有 分開喔 這樣喔 快來看看 好 寒雞可以去腥味 我們今天要挑一個腥味 最重的腥魚 腥魚 無鍋魚 無鍋魚 來 你注意看 這跟... 來 下皮 下皮 就是要下皮啦 對 我跟妳講 這個下皮多好用 妳知道嗎 前一道我們寒雞在挑的時候 不要挑有牙眼的好不好 就是布藥的我們買 你這個還放在這裡 放在裡面啦 又沒什麼事 這是要去土味嗎 還是要去土味跟去腥味啦 為什麼這可以去土味 因為 因為這個裡面 它本身正在土的中間 它的皮下 這樣有一層那個地瓜素 種在土裡 所以可以吸土味 最主要是怎麼樣 它以毒攻毒啦 這道把它丟下去嗎 丟下去 我們現在要把它丟下去 五千米味 來 我們就洗乾淨的 火鍋魚 給我來 好 胡鍋魚煮湯 我不要加過 都要煎煎的 對 這個韓雞要做什麼 要開鐵炭嗎 來 韓雞 來 我們注意看 桌子壓著 這樣 撈著 有什麼用撈的 用撈的 我們不要用切的 你如果用這樣撈的 定義你把它的纖維紙用掰的 加起來其實整個 更加甜 更加甜 它的完整性 夾取更加鬆 不會緊實 所以我們如果煮韓雞 不會也可以用這膠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煮韓雞 你用這膠的時候 你的韓雞起來跟飯粒 是完全密合的 你如果切割的時候 有時候留得稍微拌一下 一些那個碎顆粒都拌到整個 對… 然後浮浮 不會說一顆金金 跟米粒這樣搭配很漂亮 最主要像這種的煮法 譬如說它也可以拿來煮羊肉 羊肉 去腥味用這個也可以喔 那個羊燒味 對 都很棒 好神奇喔 好神奇喔 原來飯粒比這麼好用耶 它有沒有怎麼樣 我們在… 要跟下車燈掉 我們在那裡 在那裡說一個 以前很不成熟的經驗 跟觀眾朋友分享 我以前三、四十年前 學生的時候 不清楚現在說冷凍設備 冰箱那種舒適 都在怎麼樣 外面的航頭、路頭的人 在冰箱有沒有 要叫一籠、叫兩籠的冰箱 我們做生日工的人 就要去點那裡 這樣打冰箱 放在柴子裡面 面上再蓋一棵中美合作的米粉底 要問一下再去擺在面上冰嘛 請問這種冰法 要怎麼有到不夠科學 對啊 常常會燉到不新鮮的 你要燉掉 要燉掉你有成本的關係嘛 老闆眼睛緊緊在看耶 我買兩隻魚回來給你做生日 沒有燉到錢 怎麼會魚沒去 其實燉掉了 不新鮮你就要燉掉了 但是怕老闆沒都不敢燉了 就是會用這種就保守 譬如說魚沒生日好 菜頭也好 放下去 味道都慢掉 原理是從這裡來 或是阿滴是那種 小時候苦難的經驗 對... 所以呢 所以其實有學到很多撇步 那現在就算是新鮮的魚 讓它更精緻 對 連炒素味都沒了 對 來 我們來攪鹽 攪鹽 攪鹽 攪鹽放進去就變得很甜 好 來 好 來 現在要炒瓜 來 米酒不是在碗底 倒來 好 來... 來... 來 吃魚頭 讓你每個都做頭 好 我們吃要扭 好 吃要扭 好 吃要扭 蒸給你麻煩 趕快做大粿 哇 都有耶 有喔 都有喔 還有嗎 有喔 如果吃韓芝 讓你中間完了 讓你中間噴 你看看 真棒 沒有土味耶 不會啦 都被這個地瓜吸走了對不對 對 但是真奇怪 你吃韓芝吃看看 也不是因為它的土味 炒醋味 走進韓芝 韓芝就有喔 韓芝給它沒有喔 韓芝更加甜耶 更加甜 對 因為那個鮮味跟那個甜味搭配喔 對... 而且喔 我們一般傳統 我們煮魚湯 都會炒豆腐 炒薑酥 這是一種最新頭吃部的炒飯 你不用吃飯不用吃豆腐 吃這個很容易就飽腹 路也沒有吃嗎 不然去吃飯 我不吃了 但是我們沒吃一點 飯 你才會吃到 又不吃飯 但是我可以吃飯 對 也要吃什麼 有 你就可以吃到 我